这个女孩正在翻看爸爸的遗物 完全没有发现 一只狗狗正在门外监视着他 女孩在盒子里 找到了一根奇怪的哨子 他放到嘴边吹了吹 想不到狗狗听到哨声 居然直接冲进房间 跳上女孩的床 满眼期待地望着他 女孩吓了一跳 让狗狗赶紧出去 可从不让人靠近着狗狗 此时却突然变得热情起来 赖在女孩面前 怎么敢都赶不走 女孩无可奈何 只能让狗狗留在这里 深夜 狗狗守在女孩床边 看着熟睡中的女孩 她的心里百感焦急 第二天早上 女孩跟叔叔学习 怎么训练狗狗 她接过狗绳 发出指令 要狗狗坐下 然而狗狗却不听她的 女孩有些生气 手抱在胸前 嚷嚷着要把狗狗送回部队 妈妈还想劝劝她 可女孩转身就走 她并不是不喜欢狗狗 而是狗狗的存在 总会让她想起 在战场上牺牲的父亲 可妈妈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她强忍着悲伤 对女孩说 父亲去世后 他们就是狗狗唯一的亲人 现在狗狗不听话 只是因为女孩的方法不对 妈妈请求女孩 多一点耐心 把狗狗当家人看待 不要让天上的父亲失望 妈妈的一番话 改变了女孩的心意 她再次接过绳子 深吸一口气 回想起父亲的模样 把手放在腰间的同时 让狗狗坐下 这一次她成功了 女孩很高兴 不停地发号使令 狗狗也很配合 每一次都乖乖地听话 这次之后 女孩对狗狗不再有偏见 她和狗狗一起玩耍 聪明的狗狗 总是能把她逗得哈哈大笑 阳光下 女孩紧紧抱住狗狗 温暖的感觉 就像是在父亲的怀里一样 这天 女孩带狗狗上街溜达 狗狗酷炫的样子 吸引了路人的注意 就连坐在路边的巡警 也喜欢得不行 她把女孩叫到跟前 想好好看看狗狗的样子 没曾想 狗狗趁她不注意 一口抢走冰淇淋 几秒钟就吃了个精光 搞得巡警又好气又好笑 然而 就在他们聊得正起劲时 黑衣服的警长 正躲在街对面 暗中观察着女孩的一举一动 女孩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人盯上 她带狗狗来到爷爷家 想让爷爷认识一下 自己的新伙伴 看到狗狗 爷爷有些诧异 她本以为 在儿子牺牲之后 狗狗会被军队安乐死 她蹲下身子 轻尼地抚摸着狗狗 狗狗似乎也知道 眼前的老头是主人的家人 她乖巧地站在爷爷身前 高兴地扬起了脑袋 然而 平静的生活 并没有持续多久 这天 狗狗从农场的花田里 跑出一块奇怪的石头 周一木 恰巧被警长看见 当他看清楚 石头的样子 脸色瞬间 就变得阴沉起来